《海南規範》 《海南規範》 其實這個靈感不是我的靈感 是別人的靈感 就是陳果導演在新加坡拍戲 他們拍戲的時候 發現很多男同性戀者 追求他們劇組的人 他們就覺得 為何他們在新加坡這麼受歡迎 就開始想到這個想法 他就告訴我 我就開始寫了這個故事 你說靈感呢 這個靈感是別人賜給我的 但是那個電影的整個戲的調子 這個就是我的 所以我們就去了新加坡 逗留了很久 就做research 靈感不是大了 就是說你坐在房間裡想到很多東西 第一可能很多不實際的 第二就是自己虛幻出來 是沒有用的 反而你去見一下那些人 譬如我們去見很多同性戀者 即是聊天 就問他們很多事情 我就問很多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還有很多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還有很多事情 我是想問的 你在現場 你一定要真是認識 技術的東西 你才可以控制得到 那麼多人 所以我就用很多時間 慢慢慢慢 就學技術的東西 什麼都包括 譬如我們拍MV 拍廣告 電影也有 或者剪接 什麼都做過 什麼都做過 什麼都想學 到自己拍戲的時候 就算我不是很聰明 做那件事 我都起碼 感受到別人的難題 別人在我身上 需要到什麼 劉天智經常都會說 你技巧其實是重要 但是最重要是你那個 那個敏感度 我們有時候 有時候都要訓練自己 有時候好像 城市人 什麼都見過 什麼都聽過 沒有感覺 那你就沒有了那個敏感 但原來你身邊的東西 全部都是很重要 其實那些就是靈感的東西 但你感覺不到 那有時候 就是要訓練自己 怎樣用另一個角度 看回身邊的東西 原來靈感之後 後面還要做很多事情 由一個這樣的靈感去變一套戲 就是很長 很漫長的時間 要經過很多人 要說服很多人 那你要有一個 第一要有一個內心 第二要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由一個靈感去做到 一件事出來 你一個堅勵 就算寫一首詩也是 寫一首詩 你在家裡 一個人在那裡寫 那首詩 寫完出來 你自己可以看回 是好還是不好 不好 你就再改 有時候你不夠功力 就改得不夠好 那你就要對自己 說 如果我真的不太行 那我怎樣去改進呢 是否上課呢 或者見識多些呢 就是每天不同 所以我覺得靈感之後的步驟 才是重要 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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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泪 風格 風格